一只只头好壮壮的山猪 生活在鹿野乡山上的农场 主人拉拉姐是一位有机蔬果农夫 用自己和情友种植的有机食物喂食他们 吃得健康 长得好 我们所种的东西啊 就像我们刚刚所看到的树豆啊 菜啦 像我们有多的我们都会分享给我们的邻居啊 我们的朋友啊 或者是有外地来的 看到的 我们就好 那你没关系 那你就拿去 拉拉姐生性热情 拥有原住民族天性乐观 以及喜好分享的特质 她所养的山猪并不是用来赚钱谋生 纯粹是想要跟族人或是亲朋好友分享美味 时间然后就可能说是亲朋好友 然后就是像我们的可能部落的人啊 就分享这样 真的话我们都舍不得 就像我们养鸡一样 我们只有养 其实我们要主人自己要杀也没有再杀 都是说朋友来 那你就杀嘛 我不杀这样 这样子 舍不得啦 很奇怪 兵吃爱惜大自然的原则 种植天然有机无毒蔬果 成果丰硕 动物相伴的山居岁月 拉拉姐乐在其中 兵吃好东西要和好朋友分享的理念 不藏私 带给拉拉姐莫大的喜乐 东台新闻黄威 陈怡君 陆野香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一下 按赞 订阅一下 按赞 订阅一下